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寿司 寿司是一种日本料理 主要食材是用醋、糖、盐调味过 以肥小而稍带甜味的日本珍珠米所组成的醋饭 降温后加上鱼肉、海鲜、蔬菜、鸡蛋 或其他肉类等做配料 寿司既可以作为小吃也可以做正餐 配料的不同使寿司的价格和水准差距甚大 寿司除了是日本人最喜爱的食物之外 在日本以外地区域也十分流行 世界各地回转寿司式的寿司店 我们刚刚学习了关于寿司的小知识 那我们来做三个quiz看看大家学到了什么吧 第一题 寿司的主要食材是什么 第一题 What are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sushi 第二题 寿司可以当作小吃吗 第二题 Can sushi be eaten as a snack 第三题 寿司的正确吃法是什么 第三题 What is the correct way to eat sushi 现在由你来说说你喜欢吃寿司吗 说说你最喜欢的品种 好了 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周再见 咸 快 咸 咸 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